浓缩的语言 经典的表达 中华传统文化中 最精致 最璀璨的瑰宝 短短几个字 就是一段历史 一个故事 一种情感 一番人生感悟 想领略一下 成语世界的精彩吗 那就跟着漫漫老师 一起进入 漫谈成语的世界吧 大家好 我是漫漫老师 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要和大家谈的 是与三皇五帝有关的成语 水火不容 相传 在上古时期 世上一片洪荒 森林密布 胡则遍野 人类靠打猎为生 只能如毛银血 生食情类 经常疾病产生 当时 昆仑山上的光明宫中 住着一位火神 名叫祝荣 他善良慈想 极富同情心 看到人们生吃禽兽 就传下火种 教给人们用火的方法 从此 人们就用 从光明宫中取来的火种 考制猎物 断生熟食 不仅品尝到美味 也减少了肠导疾病 因此百姓都非常崇拜祝荣 常祭祀供奉火神 见此情景 住在东海的水神贡公 心里不平衡了 他说 世人着实可恶 水火均为生活必须之物 为何只敬火神 却不敬我水神呢 两神之间 为此发生了争执 最后 水神贡公怒不可遏 以致大打出手 他率领水族 攻上光明宫 把长眠不息的神火 给弄灭了 大地倾刻间 变得一片漆黑 这一下 可把火神祝荣给惹怒了 于是就驾着火龙 出来迎战 那火龙浑身烈焰 光芒万丈 瞬间大地一片通明 光明宫里的神火 也复燃了 贡公一见 哪里肯服输 又掉来了五湖四海的大水 水漫光明宫 可水是往地处流的 大水一退 神火随即复燃 祝荣骑着烈焰腾腾的火龙 直扑贡公 把贡公烧得焦头烂额 退回大海 紧接着火龙直冲大海 贡公不敌 赶紧逃往天边 回头看时 祝荣又追了上来 愤怒之急的贡公 便一头撞向了天边的布州山 使听一声巨响 布州山被拦腰撞断了 这布州山是晴天之主 山一倒 立刻天塌地陷 大地上洪水喷涌 猛兽肆虐 百姓面临空前大灾 正是因为水神贡公 与火神祝荣之间的这段战争 留给我们的 不仅是一段上古时期 有关大洪水的历史 也给我们带来了 水火不容这个成语 这个故事 在唐朝史学家司马贞的 《史记所影》中也有记载 内容是这样的 福西时候又经历了数代轮回 女娲为百姓创造福祉 因其功高 以穆德为王 到了女娲市在位的末年 诸侯中有位共工士 横行霸道 不遵女娲 女娲就派朱荣 平定共工之乱 共工被朱荣击败后大怒 一头撞向了天地之柱 不舟山 不舟山被撞断 天塌地陷 洪水思虐 于是女娲娘娘 练五色石一捕天 战神憋族 以称四级 据卢辉以止洪水 杀猛兽以除密气 终于是万灵得以安居 根据史集的记载 朱荣和贡公的关系 还很不一般呢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说 燕帝的妻子 赤水师的女儿 听玉生下了严居 严居生了结病 结病生了戏气 戏气生了朱荣 朱荣居住在江水一带 生了贡公 这里贡公竟然是 朱荣的后裔子孙 不过《山海经大黄西经》 又记载说 专须生老童 老童生朱荣 这里呢 朱荣又是皇帝的后裔了 对此史学家认为 上古时期皇帝和炎帝 本是同根同族 所以朱荣 时而是炎帝之孙 时而就是皇帝的后代 也就不足为奇了 世纪中 朱荣还曾作为 天帝的副手出现过 根据《山海经海内经》的记载 上古时期曾洪水逃天 棍盗窃了天帝的宝物西壤 来堵塞洪水 触犯天条 西壤是一种会自动生长的土 天帝十分震怒 就派朱荣在宇郊杀死了滚 滚被杀后 腹中生出了鱼 之后 天帝由人民鱼支离大水 安定九州 大鱼支水的故事 在史记里也有记载 不过呢 通神的部分 却减少了很多 其实 朱荣战公公的故事 早期的版本是先秦史记 淮南子天讯中的记载 与贡公作战的不是祝荣 而是专徐 也就是帝库 贡公与专徐帝 争霸天地之位失败后 怒撞不周山 在史记中 有关贡公的所有传说和记载 都是与水有关的 根据管子奎度的记载 贡公执掌天下之时 十分之七的地狱是水 十分之三的地狱是陆地 可见贡公一族善于用水 根据华南子本经讯的记载 贡公是上古历史中的水神 也是洪水之神 往往与大洪水联系在一起 他性情凶狠 触世蛮横 常在心血来潮时 施展神力 呼风唤雨 用洪水伤害天下的百姓 专与华夏死民作对 因此贡公常以恶神的身份出现 在后世的传说中 祝荣与贡公的战斗 除了表现古人 对水火不容的认识外 也体现了古人 对善神与恶神的认知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 火的使用意义非凡 让人类告别了如貌医学的时代 不仅可以用火取杆野兽 还能照明取暖 正因如此 古人也有把祝荣 列为三皇之一的说法 与福西神龙齐名 不过这种说法流传并不广泛 史记中对钻木取火的记载 更多的还是碎人士 而祝荣更多的 则是以火神的形象出现 水和火 两种性质相反的物质 从根本上具有不相容性 后来人们就用 水火不容这个成语 来比喻事物的对立 绝不相容的特性了 例如汉朝的王福 在《潜伏论圣威》中说 且夫邪之与正 由水与火 不同源 不得并胜 意思是说 正与邪 善与恶 就好像水与火一样 性质根本不同 不可能共存 这就是水火不容 这个成语的内涵和典故了 好了 今天的漫谈成语节目就到这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并推荐给您的亲朋好友 帮助我们传播 传统文化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会 咱们下次再会